一年又一年陪您过大年 一年又一年陪您看春晚 来看看我们的演摩是又来了谁 中国喜事的三位主演 我们把他们请过来了 欢迎 来介绍一下张艺兴 恭喜新年快乐 钟翰良 大家好我是钟翰良 大家好我是张艺兴 恭喜恭喜 新年快乐 恭喜恭喜你 你看三位都是红装 人逢喜事精神爽 对 所以第一个问题要问三位 2018年有什么喜事 上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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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2018的第一件喜事上春晚 然后呢 2019还有什么喜事 上春晚 上春晚 接着上春晚 而且是在现场看春晚 在台下看着现场节目 看节目 比较特别 以往都是在电视 电视前面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震撼了 就是我们有机会在台下 看到很多个节目 有扫平啊 戏曲啊 相声啊 音乐 歌唱啊 音乐啊 觉得包罗万象很丰富 很震撼 在演员的视角来看节目 是不是会跟一般人的感受不太一样啊 其实是一样 我们都很感动 然后看到有一个小品的时候 我们都哭了 大卫哥和杨子演的那个小品 哦 站台 就刚刚演的那个 对 站台 站台 哪个类点 蛮多类点 蛮多 每一个都是类点 前部分是搞笑 后部分是类点 对 汉良呢 我也是 我就看着他们女生在传紫禁 我就不好意思 就一直在强人的 但确实很感动 很震撼 整个小品 对 对我也这么觉得 就是应该都被一些指引 说说你们自己吧 因为你们几个好像都不是第一次上春晚的舞台了 东宇是吧 东宇你已经是第二次了上春晚的舞台 当然来我们这儿还是第一次吧 对来这儿第一次 然后八年前就刚出道那年上了一次 也是演唱的节目 对对 会紧张吗在台上 今年少了一丝紧张 一丝 但是还是会紧张 等还剩几丝 对 对 你在《沐河之王》里还演的很霸气 所以带着这份霸气上了春晚的舞台 东宇是这样的 对 因为你刚才在这个很火的电视剧里边 是演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 一个导演 所以可以称呼你周导 所以这个节目板块 我们是希望有一个交给你的环节 交给我 所以现在你跟导播说 把镜头切给谁 他就会切给谁 切给我们最尊敬的 然后也是最年长的兄弟 最年长的 所以他现在坐到了中间 我就让他那个镜头切到 今天就丰富第三次来春晚的 张艺兴是第三次上次版了 今天最丰富的 今天最丰富 那你会少了一丝紧张吗 我其实对 就可能在后台走的那条路 还是比较稍微放松一些 其实对我来说 每次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其实是同样紧张的 就没有说会放松之类的 对 我记得去年你的节目是又唱又跳 对对对 跟黄博和陈伟 今年跳得上一些 今天就丰富唱 对 就是走了个位置 那他刚刚在台下很开心 他说今年是他觉得 最就是 德心英雄 也不是这么说的 我是这么说的 他还只要走了三步路 他还说非常德心 其实我这样 其实我真的非常感谢 就是大家的喜爱跟支持 让我能够连登三次 春晚对我来说 是一种无比的光荣荣荣耀的心 所以我感谢 很了解 一星虽然是一个年轻演员 但现在已经是做 更年轻演员的导师了是吧 也不敢 而且是一个很 有点严厉的导师 我只说一些 我看到的实际情况 分享 对 分享 一星 很多才多艺 不仅仅会唱歌跳舞 而且还会做菜是吧 能做一些 能做什么菜 无男人 香菜都很拿手的 就会做辣椒炒肉 过年 过年回家会做饭吗 我会尝试的炒一个 是不是很多年 没回家过年了 对 到时候一定要发微博 让我们大家看到 你炒的菜 对 给你点赞啊 到时候 远完了之后 可以回家吗 希望可以 希望可以 在跟团队沟通 还在沟通 要把工作时间空过来 今天晚上怎么过啊 今天晚上就是大家吃个饭 你们今晚是怎么过 也是在北京过 对 然后跟 大伙儿一起 不管是身边的 北京的朋友 一起多一点人 来弥补 那个团年在除夕 不能回到香港 那个小小小 也是很多年 没回香港过年了 我其实每年都回 就今年跟去年 因为要春晚 对 香港人过年 是不是这个除夕 这个仪式感也会很强 也有 就是在除夕前两天之后 开始打小厨 就是刚刚进 家里很干净 然后除夕当天 还是要吃团年饭 就会吃一个比较长的 时间比较长的团年饭 从几点开始到几点 就是可能会吃到半夜 吃到半夜 一边看电视 一边看春晚 看春晚 对 然后妈妈会煮家常菜 然后会有很多 也是各种各样的菜 有鱼啊 年龄有鱼啊 你会煮菜吗 我会 但是每逢这个过年 都是妈妈长厨 因为这个不能有 不能有闪 就是平时妈妈也长厨吗 对 还是说她就是年三十这一天 必须要她老人家长厨 对 一定是长辈长厨 我们就负责吃 而且一定要做一些 有意义的菜 嗯 比较有意思 好彩头的菜 比如说 我妈妈常常煮的一道菜 是法菜好事 就是会用法菜跟香菇 跟桃煮在一起 就寓意着 发财好事 嗯 嗯 等等的 你有没有发现 翰良的儿话音特别多 对 我觉得 刚才还说了个 不儿 不儿什么 我不儿紧张 刚刚他们几个一上来 就开始学王子剑的这个 你学一点 不儿快 哇 那车开得不儿快 我老婆 那个给我杯子 不儿热 不儿烫 不儿什么 不儿爽 来上春晚 不儿爽 不儿爽 不儿好 不儿好 周导觉得他们说的 不儿好 不儿感动 对 周导觉得他们这样的演员 符合你选角色的这个要求吗 符合 非常符合 心喜若狂 喜喜若狂 喜喜若狂 对 有一种喜从天下 心喜若狂的感觉 2019的喜事 除了上春晚 还有什么 一人说一件 最感动的 2019的喜事 除了上春晚之外 最期待的 也可以是最期待的 最期待的 男士有心 其实还是 还是在春晚 开始了 开始了整年的 那个很有喜情的开始 希望接下来都像春晚那样 可以热情澎湃 然后又 有如此好的事情发生 好个彩头啊 您这歌的名字特别好 中国喜事 一星呢 嗯 我可以说 这不一定要2019年 嗯 可以 我希望未来 我希望我能够在 呃 呃 实际上道路上 我希望我可以 呃 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 登上格莱美的舞台 然后去表演 去歌唱 你应该去拿奖 我以为你要去拿奖 直接 我突然想 讲起一句 呃 剧的叫 智当存高远 耶 耶 我们一起去 然后还有东西 我们组合一个 别忘了我 导演 组合一个新组合 演员说完了 导演 就是导演 只希望你们 飞黄同达了之后 不要忘了导演 啊 哈哈哈哈 我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 我第一次来 一年又一年 然后我觉得是 也是跟 韩良哥一样 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2019是一个 红红火火 再一年又一年的 好的开始 嗯 红红火火 一年又一年 好 一年又一年 欢迎你们继续来 一年又一年 明年接着来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主角 好 再给大家拜个年吧 希望大家 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喜从天降 猪年行道运 大吉大利 谢谢 谢谢三位 谢谢三位 谢谢